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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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晚安 今天是我們的第二堂跳劇法 在上課之前 跟老師有幾件事情 要跟同學稍微報告一下 稍微溝通一下 因為有同學反映 說老師我這個好像法條我看不到 我怎麼沒有法條 同學我們三明發的這本書的法條有嗎 好像在116頁到146頁 所以同學你們可以直接參考 還有就是說有同學反映說 老師你講的東西跟課本好像都不一樣 我找不到的地方 同學老師上課第一堂課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跟各位同學報告過 因為這本書又編得很好 我看過 非常的深入淺出 而且很精湛 中五年都抓到了 我想同學好好善用這本書 沒有問題 然而老師說過 因為我上課有自己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不太可能會使用這個書本的 按照這個書本的內容 甚至上課的例子 舉的例子都是老師自己準備的 那這個體系什麼都是自己 老師自己的這個花的功夫整理 所以我基本上 我不習慣依賴其他的任何的書本 所以同學不好意思 這個就麻煩你們弄個筆吧 就是這個做個 稍微自己做個memo或整理一下 做個小筆記也好 那其實基本上我覺得 音樂老師的目的是 任務是要帶各位能夠用理解的方式來記憶法條 而且在座有很多 應該大部分 絕大部分都不是法律系的同學 因為沒有受過這個法學的一個教育 那所以可能在學習法科上面來講 可能就不是那麼的熟悉 所以老師是帶各位 把方法交給各位同學 那然而我希望說同學還是自己 自己能夠靠自己的努力去整理 把它整理起來 整理起來的東西才是屬於真正各位自己的東西 因為考試它會不斷的變化 你不可能期待每一個地方都是老師講過 那是沒有這種事情 因為大家都是成年人 所以要自己獨立一點 這個很多東西要把它熟悉起來 你把它記起來 然後消化貫通 然後看到題目的變化 你才會舉一反三 這樣的學習才有意義 那這是老師跟各位報告的第二件事情 那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個小小的地方 就是因為本班是真的 我沒想到我本班人這麼多 因為我來之前其實 那個輔交機構就有跟我講 大概有六十多位 那到場的話大概都有三分之二以上 那我其實 我在上面有教別的課 像監獄洗心法跟鐵路法 那個人數上 其實大概就是中班制度 所以人數沒有像我們本班這麼大 所以同學就是說下課的時候 有很多人很踴躍來問老師問題 是我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然後一會兒就發現 很多同學都會來問 然後會排隊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說 其實要上洗手間 所以不好意思 所以這個 我建議啦 好不好同學 我這樣子好不好建議 因為有的同學其實真的 我真的發現同學非常的用功 這樣好 而且問的問題都非常的好 我非常的開心 然後我是覺得就是說 可不可以用這個方式 就是同學你把你的問題記下來 整理下來 然後你交給助教或者是班導 都可以 然後由他們在跟我講 然後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會把同學的問題 帶到課堂上面來 我會舉例 然後跟大家一起分享 因為同學你問的問題 其實都很有水準 那我相信 應該也不會是個人的問題 應該是所有大家都應該會遇到的問題 好不好 所以我建議同學是用這樣的 方式 那 這個 最後一點就是 我今天 上次 有同學提到說 因為這個金融基策的題目 要帶同學做一遍 我覺得這樣也很好 那 然後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用最後一堂課 是不是能夠幫同學帶過一遍金融基策 我沒有把握 因為我要給同學的東西很多 因為四堂課的東西其實 有點趕 有點趕 我希望能夠把重點都給各位同學 所以我不能把握說 是不是在最後一堂課真的能夠做到這樣子 因此我後來想到一個變通的方法 就是我先請我們 班導就是先發這個金融基策的這個題目 然後我上到哪裡 我就把這個金融基策題目帶出來 直接給各位同學來討論 像我們今天大概就會討論到 有些題目其實真的是 是食物界的一個爭議的問題 相當有水準有挑戰性 那個獨立性的問題 等一下我們馬上就開始可以討論到 所以同學你們要帶來 那最後最後最後就是說 同學你們最後一堂課 你們還是把你們的那本 我們三明福教機構編的這本 這本課本帶過來 那如果我能夠順利的把這個 在最後一堂課第四堂課 把課都教完以後 剩下有時間 我帶各位看 從我們最近的108年開始往回推的 銀行的考題 然後我帶 可能不是每一題 但是我會帶勾集題 然後我們會覺得 算是有挑戰性的題目 我帶各位看 基本題目就不用了 因為大家都會 那就不用浪費時間 那我大概都會選出那種 就是說相當有挑戰性的題目 來帶各位一起做一個練習 也是一個複習好不好 就是做一個整理的複習 好 那基本上 我就先跟各位在一開始的時候上課 我就先做這樣的一個 很誠懇跟各位做一個這樣的溝通 好 我們上一次課 我們已經跟各位報告 我說過我們學法律 最忌諱的就是見數不見領 所以要有條理 有體系的方式來學習它 不管你學哪一課法科都一樣 甚至各位你自己在學你自己本科的商科 也應該是如此 自己整理 那法條那麼多 其實本身它彼此之間是互有相 互有一個 它的位置都互有 互有它的一個 一個因果關係 一個條理 一個次序的關係 所以我們應該要從 把這個體系的東西 先整理給各位看 那票據法開始 我們從第一章的通則開始講起 因此我們上個禮拜已經把種類的部分 匯票本票支票的部分已經講過了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打個勾 第二個是性質 也講過了 我們把稍微重點跟各位講 票據的性質 票據性質 基本上票據就是一種證券 對不對 票據就是一種證券 然而證券有很多種證券 比如說完全有價證券跟不完全有價證券 他們的區別是什麼 那完全有價證券 我們票據法上的三種票據 都是完全的有價證券 對不對 沒有錯吧 它的發聲 它的移轉 它的形式 它都有一定的規定 你要具備這三個要件 它就是一種完全的有價證券 而若欠缺其中一個要件的話 它就不叫完全的有價證券 叫做不完全有價證券 同學如果老師講太快 你要跟 要反應 我可以把速度放慢 再來 如果說 當然還有包括其他證券 像文藝證券 無因證券 債權證券 提示證券 繳回證券 這些都是我們票據法上的證券的性質 我們上次講的債權證券 它相對就是物權證券 你就要了解 同學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這個都不是你被法條 你就會準備考試的 真的就曾經有某家銀行的考試 就考問考的問題 說我們票據法證券 它就把一大堆的證券都寫出來 其中有一個物權證券 你如果搞不清楚物權證券是什麼 你還真的是會選錯 那個還不是被法條就能夠應付考試的 所以你把每個證券的性質 我們在上一堂課都跟各位做了很詳細的分析 再來 這是性質的部分 我們已經跟各位做了介紹 對不對 再來就是要件 要構成我們票據法上的要件 它一定有一些規定 那我們上次把刑事要件也講過了 對不對 我們上次正好在刑事要件的部分就打住 所以那是我們第一堂課的內容 然後我們今天開始就要從實質要件開始講起 那有同學反映說 老師你是不是一條一條這樣叫 不是吧 我們是把這個體系架構出來 然後相關的條文我們會 都擺在這個每個架構的位置的不同 正好可能就是它的順序就這樣下來 但是你不是說一條一條這樣背 你不曉得為什麼是這樣的順序 立法者這樣編排有它的道理 票據法是一個很古老的法律 所以它是相當的歷史 所以它這樣的擺法是有它的一個邏輯性 接下來刑事要件講完以後 我們要講實質的要件 實質要件是什麼呢 它的另外一個含義又叫做獨立性 票據的獨立性 什麼叫獨立性 什麼叫做獨立性 同學我們先直接看一下這個 票據法的第八條直接看條文 首先同學你如果沒有帶法條 自己準備法條沒有關係 你就直接看課本 那課本上的那個116頁到146頁都有票據法的 條文嘛沒有錯吧對不對 你看一下第八條 是吧沒有嗎 2022疆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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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本ico próximo actionable nove处 是的 来我们看一下 把先条文看过去 票据上虽有无行为能力 或现实行为能力人之签名 不影响其他签名的效力 票据上虽有无行为能力人 或现实行为能力人签名 不影响其他签名的效力 同学 我上次稍微问过一下 在座是有法律系同学 但不多 但绝大部分都不是 然后我想请问一下同学 你们上过民法吗 有没有上过民法 有 大部分没有对不对 有的话我想你大概忘了很久了吧 大概也都忘了差不多了 不管你上过没有 或是没有上过 或上过你可能已经 印象可能淡序了 甚至就是说你可能记得 没关系你记得 我们也再来同心复习一遍 老师先不会直接跳入票据法的内容 我要先跟带各位稍稍看一下 我们民法对于什么叫做 限制行为能力 无行为能力 我做一个简单介绍 因为票据法 基本上是一个商事法 它是一个民事特别法 它是一个民事特别法 那因为基本上它很多的一些观念 一些概念 一些逻辑 都是言习自民法的东西而来 所以你如果看到这个条文 你直接这样子去背它 你就是只死背 只死读书 好不好 所以老师要用 希望用理解的方式 来带各位 来理解一下 为什么他会这样规定 那都是从民法的观念演变而来 所以我们要先介绍一下 什么是民法的限制行为能力 跟购物行为能力 同学我们先看一下 知道同学 同学知道我们民法上 对于所谓的成年人是几岁 20岁 对不对 所以规定在哪里 民法第12条 对不对 民法总则第12条 20岁是满成年人 可是成年人 成年人还有很多种情况 对不对 有的成年人 有的成年人 他可能 可能他的这个心智状态 可能不是那么的成熟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有一些情况 我们在法律上 对于这些成年人 我们会做一些很特别的处理 比如说 我们认为说他可能对于自己行为的识别能力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能会视为他说他的行为能力可能会有问题 我们会宣告他净制产 但这个不是我们讨论的问题 原则上我们的成年就是 20岁 而我们明法的第13条规定 未满七岁者的未成年人 未满七岁当然一定是未成年人 因为我们20岁以下都叫做未成年人 那未满七岁的 这样的人在我们明法上叫做无行为能力人 那有无行为能力 你看我们票据法这个规定 他有无行为能力 自然就会有什么 在成年的 成年的 20岁 到 七岁这中间 这中间 有一种叫做什么 限制行为能力 这种区分 是按照他的年龄来区分 形式上按照年龄 但事实上不一定 有的未满七岁小孩鬼灵精 对不对 精的跟鬼一样 对不对 甚至七岁以上 未满20岁有很多很成熟的人 成熟就像个老大人一样 他的灵魂就是个老人 也有很多这样子 但是基本上我们不管 因为这种差异性太大 我们法律要统一性 所以基本上就是先以年龄做形式上区分 至于一些很特殊的 那是做另外的规定 所以因此 七岁以上到 未满七岁 七岁以上到未满20岁以下 这个叫做限制行为能力 那你说老师 这个无行为能力 跟限制行为能力 有什么意义呢 有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民事法 我们讲的票据法 那我们现在介绍民事法 那我们要知道说 民事法规范的就是一般人的 在日常生活的经济 交易的活动 他所产生出来 他会做一些法律行为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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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用例子来讲 我现在都不讲理论 我想例子比较好理解 有一个未满七岁的小孩子 他很喜欢某个明星 现在小孩子会可以追星吗 然后假设未满 好了我假设了 他很喜欢某个玩具好了 他很喜欢买个玩具 他很喜欢买个玩具 他自己跑到商店去 跟商店的店家 说我要买这个玩具 然后这个老板说 这个玩具大概 假设了 五百块钱台币 我卖给你 好啊 他假的就把钞票给了 那个商老板 然后商老板就把玩具给了假 我请问你 先不管他们之间是不是 先不管假是不是七岁 这个问题 如果纯粹就假跟商店 这个老板 他们之间就这个交易 买卖玩具这件事情 是不是有一个契约存在 对 有一个契约 那这个契约 根据我们明法的一百五十三条 对 要意思表示何至 要意思表示何至 要合制 合制什么东西呢 假 他要对这个玩具 这个是标的物 我要买这个东西 那你就说 OK我知道了 你要的就是这个玩具 我没有会错意 我没有意思表示错误 或是不合制的情形 好 我卖你 就是他的价格 价金 这两个就是必要之点 那你给我 你给我价金 我给你玩具 于是他们契约 在形式上是成立的 对不对 然而有没有 有没有生效 是不是有效力呢 这个就接下来就讨论到 这个意思表示 必须是 健全没有瑕疵的 意思表示 才会使这个契约成 还会使这个契约成立生效 这个契约成立生效 必须有意思表示何事 这个意思表示何事 意思表示必须是 必须是健全没有瑕疵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然而因为假 他未满七岁 对不对 根据我们明法第十三条说 他是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 他无行为能力人 所为的法律行为是无效的 对不对 你意思表示就是一种法律行为 你去跟人家老板订契约买卖契约 也是一种法律行为 所以基本上 你因为这个契约的成立 必须要假的意思表示 跟已的意思表示 有两个法 要合制成为这样的一个法律行为 然而因为假 他是未满七岁 所以他的意思表示 根据十三条的规定 是无效的 使得这个契约怎么样 也无效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好 那好 同样的例子 比如说假 今天他是十四岁好了 那他就是怎么样 七岁以上未满二十岁的未成年人 对不对 好 那他今天一样 他假设是 他为了追星 他要买一些明星的周边商品 对不对 他很迷某些大明星 要买这个明星 比如是肖静腾 我好喜欢他 我是肖迷 我就要去买他很多的商品 他家人 然后商品商店的人 老板说好啊 好啊 你要买 你要买多少 我都卖给你 对不对 可是假 他的爸爸妈妈就觉得说 你不好好念书 你听到个人给我追星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对不对 这就问题来了 对不对 限制行为能力人 限制行为能力人 他的意思表示 有可不可所谓的法律行为 有没有效力 这要看分 怎么样 对 要看他是事前 法定待人 是事前的 同意 或是事后的允许 对 事后的允许 事后的允许 分不同 如果事前爸妈说 好啦 你要爱买 就去买 那OK 他做这样的交易 他为的契约 都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事后 如果假设 他一开始 他爸妈不知道 他的法贷不知道 于是假 他偷偷先拿自己的零用钱 去买了这个东西 背后被他爸妈知道 说我不同意 我要 我不承认 这样的一个法律行为 他的效力 就怎么样 是未定的 对不对 所以他的这个契约 也是不生效力 这个观念 各位同学要清楚 而这些观念 就会影响到我们 今天讨论的这个票据法 为什么说 他说无行为能力 跟现实行为能力 会出现这两个东西 这样有一个概念吧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吧 好 我是先介绍一下 基本上的一个 很基本的一个 民法的概念 那同学 这个问题 票据上 虽有无行为能力 或限制行为能力 人的签名 不影响其他签名的效力 怎么会这样子 怎么会这样子 照我们民法的解释 他又如果说 今天在这个票据上 有无行为能力 人签名 或限制行为能力 人签名 这张票据 会有票据法上的效力吗 这个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然而为了记住同学 我们今天的票据法里面 有很多的规定 很多的规定 跟我们民法里面的概念 是不完全一样的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立法意志 你要记住 要记住 叫做什么 就是这两件事 促进票据流通 保障交易安全 这是两个件事 很重要 很多我们票据法的规定 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立法意志 去制定 比如说 我们等一下就会叫到的 善意取得 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来 我们举一个 远东高雄银行的101年的题目 同学你不要去找 我们课本没有 这是我自己去整理的 然而这个题目 我有时候会做了一些修改 我们用这个例子来 直接就来解释 什么是票据的独立性 假设 他18岁 他未满20岁 而且他未婚 同学 他题目是 说未婚 很抱歉 我刚忘了 漏了一个东西 对 同学有学过明法就知道了 我们刚刚讲的是 年龄的区分 然而有一种情况 如果你虽然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你结婚了 另外我们也认为 你是完全行为 你的行为 就是跟完全行为能力人 是一样的 那我们明法认为 几岁可以结婚 要看性别 对不对 男是多少 对 男18 女多少 16 对 男满18 女满16 就有什么 结婚能力 他会认为说 这个立法意思就是说 认为说 你都能够自己结婚 组成家庭了 那你就是一个大人了 所以年纪可能没有到20岁 至少你也是个小大人了 对不对 那你就应该可以自己独立自主 你的所谓的行为 应该你的判断就要很成熟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题目他会设定 加18岁 但未婚 因此他的题目就是告诉你说 他还是一个什么 限制行为能力人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然后呢 他未得法代的同意 未得法代 那就是民法的什么 就是民法的79条 对不对 79条 未得法代 那他就表示 他的法律行为是什么 对 然后呢 他签了一张本票 签了一张本票 金额呢 是十万 金额是十万 然后呢 他呢 因为假 假 他欠了乙 他欠乙 他欠乙 多少钱 二十万 不好意思 就是十万 就是十万 他打算说 打算说 要把这个本票 用这个本票的方式来还 他欠乙的钱 那乙我们这边一样 他是满二十岁 没有其他问题的一个 完全行为能力人 这个我们不用去讨论他 我们要讨论的是假 然后乙呢 拿到这张本票以后 他又背书转让给饼 他又背书转让给饼 那这个时候 到了本票的到期日的时候 请问 请问 有几个选项 第一个 A 我们就直接从题目来看 这个题 A 假的发票无效 乙的背书无效 所以饼不得行使票据权利 就饼了 饼 对 假 跟乙 都无效 因为假的发票行为 他是无行为能力人 不 限制行为能力人 为得法贷的同意 他所谓的票据行为是无效的 然后导致使得他 今天把本票签发给乙 这个行为 乙的背书再转让给饼 也连带无效 是吗 不是 根据我们票据法 其实从文艺上来看 你从那个法条的字面上来看 就很清楚 纵然有限制行为能力人 他的发票 可是后面 因为乙 他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 导致他的背书转让给饼 是有效的 这样可以吗 为什么要这样子规定 这就是我们的独立性的精神 听懂没有 票据独立性的精神 为什么又讲独立性 这样又很抽象 独立是什么 乙对饼的背书是独立的 听懂没有 为了就是什么 保障交易安全 促进票据流通 就是这么简单 可以吗 因此 丙对甲跟乙是可以主张 对甲没有 对甲没有 好 等一下 我们再来看 那第二个 B的选项是什么 甲的发票行为有效 丙的背书有效 所以丙得向甲 他说 第二个选项是说 假的发票行为有效 乙的背书 假的发票行为有效 乙的背书行为也有效 所以丙 可以对甲主张权利 也可以对乙主张权利 对不对 不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毕竟就是18岁未婚 我们票据法不能够违反 民法这个母法的特别规定 听到没有 不能违反民法的基本 不是特别规定 基本规定 他毕竟就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而且他也没有得到法定代言同意 所以他这个发票行为本身是无效 可是不管 乙 你偏偏就是去做了背书 所以票据上面绝对不可以乱签名 就是这个道理 对不对 好 再来 假的发票行为无效 但乙的单独背书有效 所以 他可以对乙主张权利 对不对 没有错嘛 对不对 因为乙的单独背书是有效 你看单独背书 他题目就讲单独背书 告诉你 它就是一个独立性的概念 这样可以吗 就是第八条独立性的概念 好 第一呢 假的发票行为有效 乙的背书无效 所以秉得上假 主张权利 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 就当然不是 因为呢 乙 他是以自己的行为在票据上背书 所以他就必须依照票据的文艺负责 因此依据我们票据法第八条独立性的精神 秉得上乙主张权利 同学 讲到这个背书 我们现在讲的是本票 对不对 有没有想到我们最近影剧圈一个很大的新闻 有没有 横竖法师 有没有 我们就用这个例子来讨论好了 我不晓得他到底故事 这个始末 这个到底怎么样来龙去 我也搞不清楚 那我是看那个电视上有人在讨论 那有人就讲 他说那个横竖法师因为在他的信徒上面 这个开的支票后面背书了 背书了 所以他付了好几千万吗 我忘记是几千万 好几千万的连带的债务 结果后来就在场有